甜血覆巢的下场 阿红从小就是村子里最调皮的小孩 他经常爬到树上去破坏鸟巢 村子周围树上的鸟巢几乎都被他破坏殆尽 阿红 怎么样 你拿得到吗 放心好了 没有我阿红拿不到的鸟窝 对啊 你也太小看阿红了 我们村里有哪个鸟窝是阿红拿不到的呢 就是嘛 阿红最厉害的就是长鸟窝跟拿鸟窝了 哇 这里面还有鸟蛋呢 你们看 真的有鸟蛋 我就说嘛 阿红最厉害了 不管多高的鸟窝他都能拿得到 阿红 你真的好厉害 我们来分鸟蛋吧 阿红 你怎么又拿鸟窝来玩了呀 哦 原来是陈爷爷啊 陈爷爷 这棵树不是你家的吧 这个鸟窝也不是你家的吧 那我拿不拿你应该管不着吧 阿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把鸟窝拿走 小鸟就会无家可归 你这样是在作孽呀 陈爷爷 他们家没了 再做一个就好了 有什么关系 走 我们走吧 阿红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啊 陈叔叔 你还不了解阿红吗 他是我们村子里最调皮的孩子啊 别说是鸟窝了 我们村子附近的蜂窝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 哎 早孽呀 他再这样下去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陈叔叔别担心 阿红现在只是个小孩 等他长大一点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 然而 长大后的阿红 个性和品性依然没有改变 不但照样破坏鸟巢 甚至连其他动物的洞穴 他也会故意把洞口给堵死 真无聊 我们村子周围的树上 竟然连一个鸟窝都没有 你还敢说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对啊 你从小就爱爬到树上找鸟窝 就连现在也一样 不要说是我们村子里了 就连村外的树上也都看不到鸟窝了 就是嘛 有你阿红在的村子 还有哪只鸟敢来这里住巢啊 哎 你们看 那里有条蛇 哎呀 他跑进洞里去了 看来那个洞是他的家呀 嘿嘿 我要把这个洞给堵住 让这条蛇永远也爬不出来 阿红 你都已经是个当爸爸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种个性呀 对呀 你不但拿走鸟窝 现在还堵住蛇洞 你是要让这些动物无家可归啊 嘿嘿嘿 我怎么是让它无家可归呢 我这是让它一直待在家里呢 然而 就在阿红把蛇洞堵住的隔天 他的儿子突然无法开口说话 去医院检查了半天 也查不出原因 小豪 叫妈妈呀 小豪 你是怎么了 快叫妈妈呀 我看还是再带她去一趟医院吧 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医生也说 小豪一切都非常正常 完全没有任何毛病啊 没有毛病 那怎么突然不能说话了呢 阿红 阿红 我们找到可以让你儿子说话的方法了 什么 已经找到方法了吗 啊 陈爷爷 是啊 陈爷爷听到我们在谈论你的事情 听完后他就说他可以让你儿子恢复正常 他一个老人家会有什么办法呀 陈爷爷 您真的有办法让我儿子说话吗 嗯 办法是有 但是你儿子可不可以开口说话 还是要阿红说了算 啊 为什么呢 对啊 陈爷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阿红 前几天你是不是把一个蛇洞的洞口堵起来 是啊 我是把蛇洞给堵起来 但这跟我儿子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啊 哎 你这个人真的毫无慈悲心 那条蛇又没有华碍到你 你却堵住它的洞口 你还是赶快去把洞口挖开吧 陈爷爷 你不是说有办法让我儿子说话吗 怎么现在反过来教训我啊 你儿子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你平常做了太多坏事 报应没报在你身上 却反而降临到你儿子身上了呀 陈爷爷 你会不会说得太严重了 我什么时候做坏事了 阿红 你想想 你小时候破坏了多少鸟窝 鸟类筑巢一般都离人筑的地方很近 目的就是想要避开猛兽的危害 可是你竟然拿走它们的幼鸟 破坏它们的巢穴 难道这不是做坏事吗 这样哪算是在做坏事啊 当然啦 你把动物出入的洞口给堵住 故意不让它们进出 甚至会让洞里的动物饥饿而死 这样难道不算做坏事吗 陈爷爷 阿红他错了 求求您快告诉我们要怎样做 才能让我的儿子开口说话啊 你儿子是因为阿红堵住了那条蛇的洞口 才会变成这样的 所以必须让阿红去把洞口打开 这样你儿子才能开口说话呀 这怎么可能 老公 小猴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去试试看嘛 好吧 那我就去试试 阿红听了陈爷爷的话 去将自己堵住的蛇洞重新挖开 说也奇怪 就在蛇洞挖开的隔一天 阿红的儿子就能开口说话了 爸爸 妈妈 你们在哪里 小猴 我的乖儿子 你再叫一次 妈妈 老公 你看 陈爷爷说的一点都没错 小猴就是因为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 你还真的相信 那个老人说的话 当然相信啊 要不然为何 你把蛇洞挖开后 小猴就能说话了呢 我看这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经历了这件事的阿红 根本不相信 自己平日的所作所为 会得到报应 依旧继续做着残害动物的恶行 爸爸 出来吃西瓜了 在这么热的天 吃块西瓜是最享受的事情了 我就是知道你喜欢吃西瓜 所以早就切了一大盘等着你 可恶 这些蚂蚁竟然弄脏了我的西瓜 你们这些令人讨厌的蚂蚁 老公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忘了想好前一阵子的状况吗 你相信那老人说的话做什么 堵住蛇洞的是我 为什么报应没有降临在我身上 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那都是巧格 还敢往外跑 看来我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翘翘 老公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这些蚂蚁统统烫死 阿红的罪业越来越重 很快的果报便降临在她的身上 哎呀 好痛啊 老婆 你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的背上咬我 天啊 怎么这么多蚂蚁 蚂蚁 快 快点把它们都捏死 然而 蚂蚁却前扑后继 不停地往阿红山上爬 抓也抓不完 没多久 它就被一大群蚂蚁咬得全身都肿了起来 最后因为细菌感染 全身溃烂而死 俗话说得好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啊